故事的主人公叫唐伟 和很多生活在大山中的孩子一样 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 15岁那年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为了使更多的孩子 能够拥有读书的机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 推出了一项教育扶贫创新举措 位于省会银川的六盘山中学 配备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却只招收六盘山周边 宁夏南部山区九县 及各县移民新区的应届毕业生 在校的6000多名学生 全部免收学费与住宿费